台湾女星结缘大陆才俊 最后才能使爱情长青 设定目标拿去达成新母才会来 两岸婚姻那些事 3月12号晚21点15分 海峡夜行准时相约 真实的台湾前进的两岸 欢迎各位收看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凌 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千 随着两岸交流越来越频繁 大陆和台湾的男女结为连理的情形也越来越多 不过这些年情形出现了一点点的变化 比如说早期是大陆新娘嫁到台湾比较多 现在似乎是大陆新郎比较有吸引力 尤其这两年台湾的一些女艺人 像是刘若英 大S 孟广美 陈宇佳等等 跟大陆的男友成婚之后 更是成为两岸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甚至是前一段时间 翘江南集团大举7200万新台币 在台湾增资扩大经营 远远比不上邵东家汪小飞跟大S之间的婚恋故事 还有张兰跟大S间的婆媳关系 更能博得媒体的版面 那么两样的婚姻越来越多 那么到底这些年又出现哪些变化 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婆媳之间相处 夫妻相处知道又有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两样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邀请出在台北演播室里头的 台湾中国电视公司的主持人黄晴 帮我们介绍参议今天节目的三位来宾 欢欣好 清宁好 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来自南京 驾到台湾已经有九年的美艳人妻杨璐 璐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花军姐好 接着是两性婚姻专家许常德老师 大家好 还有资深影剧记者陈玲玲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陈玲玲 欢迎三位来宾 节目第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驻台记者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报道 我现在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 而翘江南在台北的分店就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当中了 这次翘江南集团是增资7200万新台币 是扩大在台湾的营业规模 到底是要增设门店的数量 还是增加菜色的品种 我们目前是不得而知 对此一项消息非常灵通的岛内媒体也是没有报道 更多的版面都是在讲 大S的知名度是如何待望附加翘江南生意的消息 大S和汪小飞的婚礼曾经轰动两岸 两个人去年九月底相识 到十一月中领结婚证书 两个月内定下终身 消息让外界一片哗然 我会爱上一个人 一定是他有一定的那个 明理度跟体贴度 还有为人着想的程度 名列京城四大名少的汪小飞 是大陆餐营企业翘江南的公子哥 典型的富二代出身 总身价超过一百一十五亿元新台币 富二代的身价和女明星的光环 让这段跨海婚姻备受瞩目 连带也带忘了夫家的生意 其实不仅仅是大小恋 这两年来 台湾众多女性纷纷不约儿童 掳获大陆富商的心 41岁的刘若英 这回终于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甜蜜地说着得到人生的最大奖 一向对恋情低调的刘若英 主动在官网上公布婚讯 从此正式脱离单身淑女的行列 情定大陆富商忠实 39岁的忠实从事财经工作 身价超过十亿元新台币 据传她的家族 还是浙江最大的物流企业 台湾女艺人接连传出 情定大陆富商的消息 引起了许多讨论 现在就连儿童界的天后 小蜜桃都证实 和32岁的身价十亿元新台币的 大陆籍富商在上海完婚 两岸交流不只有经贸 嫁入大陆豪门 似乎也在台湾演艺圈 形成了一股风潮 那这些台湾女性的 纷纷嫁给的大陆富商 也打破了以往台湾男性 在大陆发展 然后娶妻生子的 这样一个所谓惯例 也呈现出了近年来两岸婚姻 逐渐欣喜的台女嫁入男的新趋势 近年可以说是演艺圈的 结婚怀孕跟产子年 像大S又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 以前大家看 好像她的男朋友交往 都是圈内人 像仔仔跟蓝正龙 为什么这次对这个 才认识49天 就对她情有独钟的 这个汪小飞 马上就这个坠入情网呢 我觉得一句话来诠释最好 就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坦白讲如果我是大S 我碰到汪小飞第一点多惊 第二点又很帅 是我恐怕我也49天 这要49天我大概四天 这叫一见钟情吗 对一见钟情 女艺人其实越大牌 年纪越大 就会越觉得说 要决定爱一个人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她一旦有机会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告诉你她就会有一种 但爱情版就是催眠的嘛 你就会那段时间 你就会云头转向嘛 第二个部分是说 她会觉得自己有一种能力 可以去征服她 不会再犯丧事那样的错 她也会希望她的豪门会是好门 另外歌手刘若英嫁给钟时 也是像大S一样很快的闪电结婚 可不可以谈谈 是不是我们这个台湾女艺人 对大陆这些富商来说 是有致命的吸引力啊 我绝对不是啊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两岸这几年来 就是很多商业 还有很多人就是到 就长期在大陆发展 所以有一拍戏 一拍就好几个月嘛 那我觉得说就是恋爱总之 要有机会接触到 那你机会一多 其实就很容易产生感情 一拍即合 她以前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 你就去了两三天 可能就要回来 那现在可能可以长期在那边 基本上 她们都是在那边定居的 其实除了这个女明星的效应 我们看到这个两岸的婚姻里头 现在是这个台女配陆郎 这种比例呢 是激增 普通的人也是一样 那么台湾有一个统计资料 目前呢 大陆籍的新娘跟新郎的比例 大约是7比3 但是呢来比较一下2009年跟2010年的资料 对比大陆新郎的递增是21% 而大陆及新娘递增只有1% 所以两岸通婚当中呢 台女配陆男的比例增多是非常的迅速 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杨璐啊 你那个时候嫁到台湾时候 跟现在很多台湾女生 想嫁到大陆来这种时空背景 你自己个人的直接感觉有什么样不同 我已经嫁来9年了 所以我那时候嫁来的时候 跟现在其实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当初 其实在讯息的互通 或者是交通方面 其实都没有现在那么方便 所以我们刚嫁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台湾对大陆的女生 没有那么的了解 那加上有一些是买卖婚姻这样 所以我们嫁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台湾的民众 对我们是有一些歧视 就是他们可能在戴着有色眼镜 看我们 看我们是不是为了一些利益 或什么才嫁到台湾来 那现在就比较不一样 是不管是网络 或者是电视的综艺节目来说 都是互通的比较密切 所以两岸人民 其实也是互相了解更多更深 所以那现在的婚姻基础 应该比我们当时要来的坚固的多 我记得那时候 你很气人家问你说 你老公花多少钱买你 是 因为我跟我老公真的是自由恋爱 是当初他在南京工作 我们是在工作的场所认识 然后才自由恋爱 一年半之后才结婚 那可是我当初根本就 就不知道 为什么台湾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那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 我当初 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 要从香港转机 所以那我在香港 要换我的入台证的时候 香港的工作人员都说 小姐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结婚照 拿给我看一下 那我想说 结婚我只要拿我身份证件给你看就好 为什么你要看我的结婚照 然后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拿给他看 我就把我的结婚照给他看 然后那个香港人居然就说 原来你老公不是荣民 我那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荣民这个词 后来回来问我老公才知道 原来其实我被歧视了 刚才听到杨璐讲话的声调 口音 大家会觉得杨璐现在非常的有台湾女生的感觉 因为网络上有一些人在总结说 为什么台湾女生比较有魅力 是因为她们比较黏 比较爱撒娇 说话语调 普遍比较轻柔 打扮也比较有品味 这里我想问一下阿德老师 您作为非主流的情感专家 您认为台湾女生最致命的吸引力在哪里 一个女性会不会给男性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看她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说台湾女生生气起来真的会比较压抑一点 然后不像大陆女生可能就比较用尽全力 台湾可能就是空间比较小 就是要太大声别人就会听到 就习惯性就是比较压抑一点 我觉得 这点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们台湾的女生在大陆真的很抢手 我前阵子去大陆的时候 碰到大陆的几个单身和记者同意的朋友 好 非常好对不对 不是 我们叫她介绍台湾的女生给她们 她们说 李玲 我告诉你 我们都很喜欢台湾的女生 因为我们觉得台湾女生温柔 有层次 档次很高 素质不错 又有文化素养 所以她们都特别喜欢我们台湾女生 我们台湾女生很抢手 不要过度相信这句话 不要过度美化这句话 因为我是说表现上 可能比较人家觉得说 没有那么张狂 可是内心可能很坚定 我不知道那个是更困难的 不过刚刚阿德老师也有提到了 不是所有的台湾男人都是心好男人 台湾女生都是好女生 这些也是有一些也会有例外 这要交往的才知道的 刚刚我们还有看到去年最受瞩目的大S的婚礼 她跟刘若衣一样都是女大男小的组合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出身台中的香港凤凰卫视主播陈玉佳 她代求嫁给了这媒体创办人江南春 还有名模孟广美是嫁给北京的房地产富商 她们跟大陆老公的年纪有一点点的差距 不过老公看起来是更疼惜太太了 来看看她们怎么晒恩爱 孟广美一席高贵典雅的橄榄绿色婚纱 手上带着老公吉增盒送的7.76克拉钻戒 牵着老公的手 两人甜蜜的举行稳定婚宴 我是一分钟我也不想离开她 一分钟她也不想离开我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不容易 相亲两人交往过程的酸甜苦辣 孟广美和吉增盒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而谈到老公的好 孟广美脸上藏不住的笑意 多次调皮的做事拿着麦克风 吊打老公的头 再敲一下 那时候我从内心非常爱她 跟她接触呢 会带给我很多的生活热情 有很多激情 虽然交往十个月就闪电订婚 但是从两个人的互动可以看得出来 农情秘义真是藏也藏不住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主任 上午9点55分 上海富豪江南春抵达女主播 陈玉佳台中家里 定调2009年江晨慧 从女帮拜别父母开始 以后是前妻两女 也是这样的节目 新人深深一居东 新娘母亲把女儿托付给女婿 好 我会带不好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祝福 谢谢 传统习俗黑雨赛说明了新娘陈玉佳双喜临门 新郎江南春细心几结 在旅车内两人的手始终牵着 幸福洋溢 哎呦真的是相当的甜蜜 其实呢不仅是明星是这样 普通人也是这样这个对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是这个娇妻是呵护被制 大陆像上海了杭州了福州的男生呢 就比较愿意下厨 尤其很多人说这个大陆的男生呢 对于台湾女生有一种浪漫情节 所以呢大陆男生追到台湾女生之后呢 一定会对他们更加珍惜 我问一下阿德老师跟林玲姐 是不是这样以你们平常见到的经验来看 所以为什么台湾女生喜欢嫁给大陆的这个男生呢 第一点台湾现在女生大家都自主性特高 大家都觉得我都有很有工作能力 那我在台湾好像长不到很好的对象 我们以前也常常开玩笑讲说 在台湾这个适婚年龄 又幼稚的这种男生只有两种 一个呢他已经结了婚了 就是适婚的第二结婚 第二个呢就是同志 所以呢女生可选择性真的很少 那当然因为就像阿德刚老师讲的 就是我们有机会到大陆去 然后见到很多的这种 男生是适合的对象可以选择的 我会觉得你很尊重我 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 不会这样约束我 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女生开始喜欢嫁大陆男生 大陆男生也喜欢娶小女人的主要原因 民政部有一个调查资料显示 自1987年梁恢复民间交往以来 两岸婚姻已经超过了30万对 但是长期以来呢对于大陆配偶婚后赴台的团聚 定居就业等等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规定 让很多婚后的两岸夫妻呢为了就业 为了团聚为了生计奔波 很多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状况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对于两岸演艺界最早联姻的林峰大哥和赫顺顺就非常的有感触 作为台湾第一位西境大陆的艺人林峰当年不畏压力前往大陆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长达八年多的时间也因此结识了小他18岁的青岛舞蹈演员赫顺顺 1991年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也成为两岸通婚的第一例 顺顺顺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也非常理性 然而他们的结合却不被外人看好 不仅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就连外形看起来也不太相称 赫顺顺更是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汉林峰的婚姻就像八年抗战 如果和日本打仗抗战八年我们俩也是抗战八年 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 其实事实上国共之间的斗争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林峰也觉得她太大女人主义了 我发现很多一些台湾的妇女只要她的丈夫咳嗽一声 那指马上就递上去了 就对丈夫的照顾我就觉得真是无为不值的照顾 所以有一次刚嫁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这样的遥控器永远掌握在她的手里 我就心里很气你知道吗 我说为什么没有我自己的选择 个性的冲突 婚姻中的疑虑 文化上的挣扎 常常横在两人中间使她们的争吵不断 连离婚协议书都不知道写了几张 但是林峰和赫顺顺都知道 两岸婚姻维持比开始更艰难 所以两人也还是不断的努力着 也因为生命中有了女儿柔柔的加入 让她们的生活也变得柔柔顺顺 而今21年过去了 两人的感情越潮越好 林峰就曾笑称自己的婚姻就像两岸关系 在经历了八千里路的磨合之后 从此形影不离 其实我也曾经采访过林峰大哥跟顺顺 他们两个的婚姻其实一路走来 就是碰了太多太多的艰辛 尤其是作为最早期的试水者 可以说现在很多两岸的幸福婚姻 就是他们那一代人这样走出来的 我想问林峰姐 您作为资深的影迹者 对于他们这段婚姻这样过来 据说中间还签过好几次的离婚结义书 是不是这样 因为林峰从以前到现在 他就是很路见不平 我就拔刀相助 所以之前林峰常常跟人家打架 在台湾也打 大陆也打 哪里都打 走到哪里就打架 打到哪里 那赫顺顺不是啊 赫顺顺就这么很温柔 然后配合度很高的 就会觉得 哇怎么 我老公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个性 然后年龄差距很大 再加上长期以来 生长的环境不同 背景不同 所以那是很多很多的磨合期 一直到赫顺顺 后来有一次他记得说 他那时候成为了台湾媳妇之后 有一次跟着林峰到台湾来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他大陆的朋友讲电话 大陆就开口闭口 就是我老公 我小孩 那他那个大陆女朋友 因为大陆这个很多的 我们这个女同 女同志们 都是那种很 我很有自己意识 我很有自己的想法 一听赫顺顺顺顺 就讲 就电话里就讲说 顺顺 你到台湾 你傻了是不是 怎么满口 开口闭口 这是老公小孩 你怎么没有自我的生活 赫顺顺顺那时候 才突然警觉说 哎呀 真的是我为了林峰 我改变了好多 对我不见了 对 那当然 过去之间 因为林峰这样这么冲 这么直接 和他吵起家来的时候 难免这 离温贤书签签 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现在 两个感情好的嘞 走到哪里 手都牵着呢 我们来现场的这位来宾 Lulu 她是南京姑娘 对 那当年一定也是 这爸妈手上的 这掌上明珠 那想要嫁来台湾 现在让你重新选择 你还要来吗 我当初来的时候 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那我现在经过9年之后 在想 我当初斗争是为哪一出啊 因为我当初说要跟一个台湾男生谈恋爱 要跟他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妈妈是非常的反对 而且我老公也比我大16岁 所以在我妈妈的概念里 他觉得一个大16岁的男人 找这么小的姑娘 肯定就是跟你玩玩而已 可是我就说服我妈妈说 没有我们就是要正常的谈恋爱 我们以后会往婚姻的这条路走 然后我妈妈还是不太相信 所以那时候我为了跟他斗争 我还离家出走 我还住去同学家 后来是同学的爸爸开导我的妈妈 就说姑娘大了 也由不得你怎么去操控她 那你就让她自己去走这条路 她如果有阻碍 她自然会回头 那没想到这一条路一走 就走了九年过来 走了这么久 其实你在台湾也有很好的发展 我们网路上说 你是人妻界的豆花妹 非常清纯可人的 谢谢 老公对你好不好 我老公算是很体贴温柔的男人 没有大男人主意 潜在的大男人主意 因为说他会帮我做家事 可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是 因为在台湾男生其实比较受到妈妈的保护 所以他从小在家里没有做过家事 饭都是妈妈煮好 然后就是卫生都是妈妈打倒好 就是人家说的妈咪s boy 对可是他跟我结婚之后 他自己心里觉得我是远嫁来台湾 他要照顾我 所以他会帮我譬如说拖地 可是他就故意会在你面前一直撸 就是让你看到他在做家事 然后你看到他的汗水 对你要在美他就说 老公你怎么那么棒 我怎么嫁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他才会心甘情愿的帮你做家事 从露露刚刚说的就知道 现在从年轻人的身上 已经看不到明显的 以老公为重的那种夫权主义 那样的观念 那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从生活习惯还有礼俗上的不一样 比如南方人跟北方人 说话方式的差异 也很容易产生误会 先生你是因为这样的习惯 来到台湾也有闹过笑话 对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啊 刚来的时候就是 已经习惯这种叫服务员 然后我老公带我去 就是某家还不错的餐厅 就还蛮安静的 然后进去以后 我就要叫服务员过来 帮我倒水什么的 然后我就这样 服务员服务员 然后我老公就这样 我们这里面有人叫服务员 其实两岸的文化背景 还有一些地域差异 等等一些细节的因素 也会导致很多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比如说提到像东北女生 就比较豪爽 四川湖南湖北一带的女生 比较泼辣 像露露南京的女孩 是比较江南女子的秀气 我不晓得露露嫁到台湾去之后 生活习惯上 是不是有一些不适应你这个适应的过程 花了多长的时间 虽然我是来自江南 来自南京 但其实最近微博上流传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就是南京的姑娘 她身在江南 但她不是江南女子 她是随意的衣着下面 装着一颗大气磅礴 我连男子也惭愧的心 所以就说我的个性也是大啦啦 那我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女生都比较细做 我们就说她做事可能比较细 那我就是大啦啦 比如说煮饭的时候 我就煮那么一大锅 我炖肉我就炖一大锅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你就吃嘛 吃不完我明天 我就是把它煮成汤或者是弄什么都可以 其实是偷懒做一次就可以小 其实也是 但是我老公他就非常不适应我这样的做法 他就觉得 我们不要吃隔夜菜嘛 你每样菜做一小碟就好了 可是在我心里 哎呀干嘛那么麻烦吗 你就一锅什么都放在一起炖就好了嘛 所以这个也是不太习惯 但是你有像北方人脾气那么硬吗 或者像那个广西人他们吃辣 所以比较泼辣嘛 对我脾气很硬 我当初在台湾第一次跟我老公 就是有一些口角的时候 那我老公想说 不要跟你这样一直顶来顶去 我只要大吼一声 你一定就会臣服在我的军威之间 结果你比他更大声 对我拿起凳子来说 你要再敢吼我就用凳子砸你 不要怕吓死了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大声 其实说到这个传统的夫权 有时候呢 婆婆会比先生还来得严重 对我想问一下 露露前面你提到说 你的先生是非常体贴的一位先生 但是你跟婆婆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摩擦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妈妈 她是没有在工作的 她从有了小孩 结婚之后 她就全心全意的为家庭付出 所以她生了这个儿子之后 她也是全部的生活的重心 都在这个儿子身上 当然儿子长大之后 要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从她的心里 当然是非常难以割舍的 那所以就从我婆婆来说 我刚嫁进去他们家的时候 那我就去洗衣服 洗完之后我要晒衣服 我婆婆都跟出来在阳台看 就说你晒的时候 要把衣服抖一抖啊 这是我们家的习惯 然后呢煮饭的时候 也说你来看 这个菜是我儿子爱吃的菜 你要学会怎么煮 她是好意 她希望你更融入 他们的家庭生活 其实她是希望 就是我可以听她的 然后照她的方式 去照顾她的儿子 不是我的老公 是她的儿子 不管人家说厨房 只能有一个女人 其实这样的摩擦 在普通家庭中 也是非常的正常 我们从现在阳路的幸福生活 她周围一些朋友的经验 可以看到 其实通过日后的了解和磨合 她们也会了解到婆婆 当初的那一份用心良苦 也可以从婆婆身上 学到很多维系和谐家庭的方法 我说 妈 我想讨好一下 我说妈 我今天把那个家整理了一下 我婆婆说 哪 不是 因为我吸尘器 我想吸尘器吸尘就可以 以前没有小孩子的时候 大家几个大人在家 都穿上鞋就好 为什么要光脚在地上走 因为我们西安都是会上很大 全是在房间里面 都要穿拖鞋的 再说那个地也比较凉 所以没有人光脚在下面走的 我想干嘛穿个 我看我老公穿个白袜 在地上走 我说你先把袜脱掉 她们我每次都跟她后面 你穿拖鞋 你把拖鞋拿着 但我过去说 你不应该 让老公去穿那个什么 你应该说 这个地是要在地上 那有吸尘器吸不干净的 是要趴在地上擦的 因为我觉得说 至于吗 干嘛要擦 至于吗 我会觉得说 我就会觉得说 是有点刁难我 那我当时的感觉 是在故意掉呢 我就干嘛 然后你叫我那样擦 我就偏不要那样擦 就想说 我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你看起来 因为整理干净 是视觉上看起来 哎呀房间很舒服 很干净 而且我也很用心的整理了 为什么要拿 但是有小孩之后 反正我不会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了 有小孩之后 我都会说 到奶奶家 到奶奶家穿拖鞋 因为我自己家 我是弄得很干 对 我会自己会 我现在是反倒 会趴在地上去擦地 因为你趴地上 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地方 拨杂婆媳关系 本来就是清关难断 家务事 以大S来说 她的婆婆张岚 也很强势 大家媒体上也说 大S嫁过去以后 大S跟张岚 五度过招 而且是败下阵来 林林姐 有没有这样说 虽然大S在事业有成 可是张岚 开玩笑 对不对 第一点婆婆 第二点 她的人生历练 那不是三言两语 就说得完的 对不对 那大S好几次暗示 明示 表示 说婆婆 你这个可以 不用讲这么多话 因为媒体 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很显然张岚 她根本 不是那么在意你媳妇 所以在张岚来讲 她觉得她事业强势 儿子听她的 媳妇也要听她的 可是在大S来讲 我好歹我也是个大S 对不对 我自己也会赚钱啊 对不对 只是说暗中过招之后 大S发现 对这个婆婆 她也没有办法 不能这样掌控 她没有办法太多的影响 干脆我就闭起嘴巴来 因为毕竟是婆婆嘛 而且说真的张岚 不管是翘江南也好 还是什么样事业也好 都是以她为主导 以她为主控 那大家不要忘记 汪小飞信用卡付卡 那主卡还是张岚呢 其实婆媳关系的维持 本来就很难讲谁对谁错 那阿德老师可不可以谈谈 那夹在中间的那个夹心饼干 那个人是不是很难做 我觉得如果说是 这个人如果又加上是一个 女明星的老公的话 我觉得就会更难 因为她每一件事 都会被人家夸大的 就是去传阅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说 遇到这样的一个 如果说这个老公 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一定要先支持太太 因为这个时代毕竟 看不起太支持妈妈的男孩子 就会觉得说你没有用嘛 偏偏很多男人去听妈妈的 是啊 可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妈妈长期就在控制她 在影响她 你看很多妈妈好像表面上在支持孩子 其实她都留一手 对不对 就说你一旦不听我 就把你掐死 但我就觉得这个 波及关系 在讲这个关系的时候 这个夹心饼干 她态度最重要 有时候对她有起的 是啊 说话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 我这边有一个统计资料 说台湾现在的这个离婚率 它普遍比较高 它本地的离婚率呢 是46% 但是两岸婚姻的离婚率呢 是高达55% 是超过一半以上 那除了刚才我们谈到一些生活细节 生活习惯上不同以外产生的摩擦之外 到底还有其他哪一些方面的原因呢 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们接着来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零 我们继续两岸婚恋这个话题 两岸情侣从相知相恋 到最后的跨海相守 听起来似乎是很浪漫 但是一路走来也并不是非常顺利 我们前面说到了 有统计数据显示呢 每100对的两岸婚姻当中呢 有55对是离婚了 这个离婚率是超过了一半以上 那么其实呢 两岸婚姻的充满种种的波折 除了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不同之外呢 还有很多外在的因素 比如说有家庭成员的看法呢 社会舆论呢 甚至还有政策面的 那其实呢 两岸人的婚姻生活 除了柴女油盐酱醋茶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是在店里 而且很直接 就这样一对一 什么情况之下 刚好是我自己白天在顾店 然后就是附近的 某个镇的太太 他就是讲得很直接 那我就想说 我今天是一个店面 我面对的是客人 然后一直笑到他出去 可是那一天我都很 就是很不高兴 他知道你是从大陆来的 还这样子讲 对对对 那你觉得他也是脱口无心的一句话吗 还是故意有点带刺 我不是说他是井底之蛙 但是至少他没有去过大陆 对 陆路长得这么漂亮 这个跟先生的这个年纪差距又比较大 你当初说自己跟先生恋爱的时候呢 娘家就妈妈就非常反对 那后来嫁到台湾之后 就婆家的亲戚 包括身边的朋友是怎么看待你 当初还没有嫁来的时候 我婆婆也是听说 我老公跟一个大陆的女生 在交往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极力的反对 因为他也是觉得 那么小的大陆女生愿意跟你结婚 应该也是贪你的钱财 可是说实话 在当初那个时候 我老公有房贷有车贷 谁要贪他那个 对其实是没有 那嫁来之后 我婆婆可能看到我的样子 因为我那时候才21岁 就是比较清纯大学生的样子 所以我婆婆也是比较放心 其实外界的图案有多大 还有这个街坊邻居的眼光 另外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政策面 当年的艺人吴奇隆跟马亚书 他们虽然最后是以离婚收场 但是吴奇隆去帮马亚书办这个入台证明的时候 也经过了一番难关 心里的四阿哥天不怕地不怕 但现实生活 吴奇隆却遇到这样的怪事 当时他和移民署的官员面谈 对方劈头就问 你跟妻子办事过后 有没有给钱 吴奇隆当场觉得被当成罪犯来审问 很不舒服 尽管移民署最后在入境表格写下 吴奇隆对答如流 对婚姻抱以热切期待 准与他的妻子入境台湾 但吴奇隆炮轰 相关单位已预设了立场 认定来办手续的人都是假结婚 实在很不合理 其实会有这样的面谈机制 主要也是为了要筛选出那些假结婚的新娘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Lulu 你有没有被问过一些这么过分的问题 有 其实被访谈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 那个场景真的很令人尴尬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正常的嫁入台湾 为什么要对我隔离在一个房子里进行访问 刚好那时候 他比较夸张的问题 就是问老公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那今天明天不一样怎么办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难回答 因为老公如果有20条内裤 我要把20条的颜色都说出来给你听 其实这比较有出入 那普通他都会问一些 比如说你已经来过台湾的家里 好那家里的家具是什么颜色 沙发什么颜色 老公用的牙刷是什么颜色 然后他这样的问题会反不问 所以我那次来 被问了大概有三个小时 会是疲劳轰炸 是疲劳轰炸 那还好当时我老公 就是来机场接我 然后警员也是跟我老公有通电话 另外他有把我送到就是出关的门口 看到我老公之后 还放心 还放心 会不会看电视看到什么的时候 会因为政治的差距而吵架 吵架倒不至于 但是我们会各持己见 那可能会 打一架好了 对 可能为了这样 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一起看电视 那就别人看一台 做别的事情 不要看电视 那阿德老师觉得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可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台湾人也常常有啊 蓝绿不就这样子嘛 我是觉得说真的要尊重不同 尤其是一个婚姻的家庭里面 我觉得婚姻的家庭里面就是说 如果你不懂得尊重 其实都会有一个压力闷锅在那里 如果说一般大家维持不下去了 你觉得怀孕生子会是个好的办法吗 那你就更不是 那个只是让问题更严重 就是你想说压力那么大的时候又多一个孩子的压力 对 你知道孩子生出来你不一定会转移目标 大家都往好的地方想 可能光为了孩子的教育意见不同就吵半天了 从前面的谈话当中 我们看到了两样文化观念的不同 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差异 一些人为的因素呢 让我们既看到了跨海牵手男女们的浪漫 同时呢 也看到了他们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 怎么让自己的爱情持续的甜蜜 让自己的婚姻更加顺遂 那么普通人面对两岸婚恋的时候 又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们接着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晴林 我们继续两岸婚恋这个话题 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逝林婚嫁的女性呢 未婚率是高达百分之六七十 那么大陆逝林的男性 比女性又多出一千八百万人 从市场学的角度来讲呢 这正好符合市场的供需要求 那么也有显示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会选择来大陆就业 来学习来定居 这也势必给两岸年轻人 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 所以呢 两岸婚姻也势必会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越来越多 现在呢 随着两岸经济的融合 大财通的便利 以及大陆经济的迅猛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 愿意到大陆去发展 那么跟过去选择 在大陆投资市场相比 现在可以说是选择更多 门槛更低了 那边比较有机会吧 我愿意去啊 市场比较大 要看那个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 对我在厦门工作过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大陆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就到大陆去 有台湾权威的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18岁到35岁的人群当中 有超过七成人表示呢 愿意到大陆工作和发展 而在女性的受访者当中 女学生和女职员的这个数量呢 都是在大大的增加 而就有专家表示了 跟那些女明星相比 这些女学生和女职员 才有可能是成为两岸婚姻的主角 根据我们刚才的采访和台湾之前 公布的一些资料显示呢 今后啊来大陆发展的这个 OL Office Lady这个白领 还有这个女学生呢 会越来越多 那么接下来呢 他们会成为这个驾到大陆来的主角 我想问一下阿德老师 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会是 因为比较有机会接触嘛 而且现在我觉得说 用买卖的婚姻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白领阶级 可能会串起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只是我觉得说 是什么样貌很吸引人啊 比如这些女孩子 可能都会蛮强势的 可能跟你想象中的那么温柔 因为他们要去打拼市场的 所以不可能是太温柔的 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就是外表是很温柔 可能骨子里都不是那样子 那我觉得说 反正两岸都交流一下 各的不同族群的那个 也还不错 对对对 你说女生的 台湾女生的强悍到大陆去 说不定可以更有 这帮夫运 帮这个企业的这个老板 如果门当户对 说不定这个婚姻 是不是就会更牢靠 我是觉得说 之前不是讲说 婚姻是买卖吗 我告诉你 每一样婚姻都是买卖 因为就是我的价值跟你的价值 我们来做较劲 所以为什么以前 门当户对那么重要 就是说 因为你大家彼此来讲 高低没有落差太大的时候 比较平等 婚姻一定会比较幸福 因为里面就会比较容易尊重人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不管你是什么条件 懂得尊重别人 你就比较容易得到幸福 其实不仅是两岸婚姻 普通的家庭在生活当中 也都是充满着酸甜苦辣 我想问一下陆陆 除了这个辛酸之外 其实更多的是甜蜜 刚才从你的描述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您在这一段婚姻当中 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在哪里 我很感谢我的老公 其实我也很爱我的婚姻 因为其实我们来台湾 我们有我们的个性 但是其实我跟台湾女孩子 也学到了很多的包容和顺服 那我是觉得 个性加上包容顺服 会在婚姻里 让这条婚姻的路走得更顺 你的个性有被磨得 这个菱角少一点了吗 有 女人碰的老公 真的不被磨圆也是椭圆 所以我想问一下阿德老师 阿德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这个 对爱的100个提醒 那您对于面对这个 选择两岸婚恋的很多年轻人 有什么样的提醒 我觉得这个两岸婚姻 一定是比各自的婚姻要来的艰辛 那我觉得那么艰辛的婚姻里面呢 其实会带来很多革命的情感 我觉得说越困难 而且还可以克服的关系 一定要好好珍惜 然后我觉得 能让这个婚姻珍惜长久了 就是尊重 很多点点滴的幸福 是要设定目标 然后去达成 幸福才会来 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黄晴 我们在这里节目的最后 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来祝福 两岸所有的有情人 都能够找到幸福 也衷心的希望 两岸的有关部门 能够给这些跨海家庭 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呵护 更多的温暖 感谢各位收看 这期的海峡夜行 下周同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